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从底层到底层的课程 这阶段我们主要是从我们的API助手来学习一下Android Frameworks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在前期节课我们从第一类系统级的API助手来熟悉一下Firmworks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从第二类插件机的API入手 再去看一下我们的Firmworks 开始之前呢,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API都有哪些 这里呢,以我们的CAMERA为例 我们到Google的官网上有一个Reference参考 找到我们的CAMERA,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所有我们可用的API都给列出来了 像GetCameraInfo或取摄像头信息,GetNumberOfCamered 或取摄像头的个数,GetPermitted,获得参数等等 还有Open,打开,SetPermitted,甚至参数 StartPreview,开始预览,TakePicture,拍张照片等等 这些,这里呢,我们就只挑几个我们比较重要的 我们的Open 像我们去操作一个摄像头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打开它Open 打开之后呢,我们还会去调用一下 StartPreview,开始预览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上看到了一个实时的画面 再之后我们要拍张照片呢,我们可以通过TakePicture 直接看到我们就从这三个API为例 我们去入手看一下Android的Firmware 出现的和上一个环节基本一样 我们先结合着Sourcing Set这个工具 看圆码,然后通过一个MR工具去画一下 去列图,然后去学习一下 应用程序和Android的Firmware的一个交互的流程 再之后呢,我们结合着原码工具 再去画一下我们在学习交互流程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的类合对象 我们去整体保一下它这个基本框架 在之前这个环节呢,我们是和大家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追踪圆码 来去画了一下这个UML这个序列图和我们的类图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就不再一步一步的跟大家一起去看原码 画序列图这些过程了 这里呢,我就直接把这个图已经画好了 我们呢,就跟着这张图 然后去一步一步去熟悉一下它这个流程 如果涉及到了一些比较难理解的地方呢 我们就去点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呢,在课下可以去自己 按照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一个方法 结合着原码 然后去画一画这些训练图了,类图了这些 然后去熟悉一下它这里边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好,我们这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三条基本的主线 这里呢,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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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主线呢 是以我们的open打开摄像头 这个API为主线 第二个呢,是以takepicture 这个API为主线 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数据 怎么从底层返回给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条 也就是我们的数据callback的 这条主线 因为我们这个takepicture呢 只是下达了一个命令 告诉我们的底层 要拍一张照片 拍一张照片之后呢 它还是要把数据给我们返回到应用程序呢 所以说呢 就有一条 data callback 就是数据返回的一条线 好,我们首先看第一条线 CAMERA的open 这里呢 是一个application 也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们应用程序呢 首先 通过调用API open 然后调到了CAMERA的Java 我们CAMERA相关的API呢 都是在我们的CAMERA的Java这个文件里边 然后CAMERA的Java这个open呢 它最终又会调用nativesetup 然后调到了Android的HardwareCAMERA的CPP里边 这一步是怎么调用过来的呢 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原码的时候 可能会卡到这一步 那我们就先去结合原码 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首先找到我们的CAMERAJava 我们CAMERA相关的API都在这里边 我们刚才也说了 然后找到open 好,这里有两个open 一个是代参数 一个不代参数的 那我们先以我们的代参数 这个openAvary 这个open它是用了一个CAMERA 然后CAMERA里边呢 它会调到CAMERAINIT NUMBLE 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快一点 直接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它最终 是调用到了NativeSetup 然后我们看一下NativeSetup NativeSetup在这里 它只是一个声明 而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定义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要找一下它定义在哪里 我们可以整个搜一下它这个代码 好,我们这里就到这里先不搜了 搜下面的话也是一些无关的 我们最终会发现它的定义 我们找不到它的定义 我们就简单的对GI去把握一下 补充一些相关的内容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GI是什么 GI是JavaNativeInterface的一个简称 它可以使得运行在Java虚拟机的Java代码 与CC加加,而汇编等语言写的应用程序 或者是一些酷来进行交互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GI 首先说明的是 我们可以全部采用Java语言去编写应用程序 但有时候呢 使用Java是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的 这时候就要采用GI 然后去写Native函数来实现 这些情况呢 基本上包含了三种 第一种就是应用平台 应用所需要的一些平台相关的特性 那标准的Java类库呢 它不支持 第二 那就是我们想让我们用Java写的代码 使用在之前已经用其他语言 所写好的一些酷 第三呢 就是我们需要让一部分 对时间也求的代码 用更低层次的语言来完成 当我们遇到这三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了GI 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怎么使用GI 来把Java和CC加写起来 第一 Java层声明Native方法 可以 落实到我们 这里呢 就是 我们在Canada Java里边 这个Java层 有一个Native Setup 这个函数的一个声明 它声明呢 是一个Native类型的 也就是 它会用Native 语言去实现 然后 第二 在GI层实现 Java层声明的Native方法 它具体实现呢 它可以去对用底层的酷 或者是回掉 Java层的方法 然后呢 会在编译的时候 编译成一个动态酷 给系统去加载 那 这个GI层实现的 加画层声明的 这个Native方法 是什么呢 具体的 我们这里 就是在Android Camera Hardware 在CVP里边 它的 这个Android Hardware Camera Native Setup 这函数 就是GI层对 加画层声明的 Native方法的一个 具体的实现 那 加画层声明的Native方法 和我们在GI层实现的 这个方法 它们是怎么联系在一起呢 答案 就是通过 这个结构体 一个GINative method 这个类型的结构体 它里面呢 几个成员变量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是加画层声明的Native函数的函数名 这个呢 是加画函数的签名 它呢 是根据GI的一个签名的规则 这个呢 是一个函数指针 它就指向GI层的实现方法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结构体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结构体 来把加画层声明的Native方法和 GI层对加画层声明的Native方法的一个实现 给联系在一起 那 具体到我们这里 也就是我们的CAMER method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GINative method 这个类型的 在这里呢 然后呢 又把我们在加画层声明的 函数和我们在GI层对它的一个实现 给联系在了一起 那我们知道了它是通过这样一个结构体 提起来的 那 我们再进一步 扩展一下 这个结构体是在 这个结构体是在什么时候使用的 我们在下面呢 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函数 VGS的 而注册 在这个函数最后呢 它会调用Android runtime Android的运行时的里边的 VGS Native method 然后把这个结构体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 定义的 GNative method 这个类型的结构体 给传进去 这样呢 通过这里 就告诉我们的 Java虚拟机 它的 这样 这里所声明的 这些函数 和我们在GI层的 意义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我们 就可以实现 在Java层调用 这些Native函数 最终 通过 GNI就可以 对应到 这里的一些 对应的函数 这些关系的注册呢 是在我们的安卓系统 开机的时候 开机起动的时候 就会去 帮我们去注册好 这里呢 我们就简单的 先了解一下 好 下面继续 回到我们的 序列图 那我们知道了 CAM的Java是 对应到了 Android Hardware Camera CPP 里边 它通过 Native Setup 对应过来 这个Native Setup 这个Native函数 在GNI层 对应的一个实现呢 就是Android Hardware Camera Native Setup 然后 这函数里边 它又是通过 对应到 CAM的CP里边的Connect Cam的CP呢 它的Connect 又对应到 CAM的Base 它里边的Connect 这块呢 我把这个 用CAM的CP去表示 这个呢 用CAM的Java去表示 意思呢 就是这里 是用我们的Java语言 去实现的 这里呢 也就是用我们的CIA 去实现的一些代码 这块呢 如果大家在看这个代码时候 如果发现 不怎么能看得懂的话 可能去 就需要去补充一下 CIA加的模板 这块一些内容 因为这两 这个类呢 它是一个模板类 用 用到了CIA加里边的一个 模板 这个基础 来去实现一个 翻形编程 好 这里给大家点一下 如果 这块CIA加的 语法有欠缺的话 可以去翻下 那个语法书 在CAMerabase 它里边的Connect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踪到 它首先 有一个getCameraService 获取相机 CAMERA的这个服务 它怎么去获取到这个CAMERA Service呢 这里简单的给写了一个注释 第一个获取Service Manager Service Manager Service Manager 从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一个服务的一个管理的 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呢 它再通过Service Manager 来获取CAMERA Service 通过SM 也就是这里的Service Manager 要用它里边的getService 传进去一个Stream 这个Stream呢 就是我们的CAMERA Service的一个名字 把这个名字传进去 然后获取到CAMERA Service 注意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它这个定义的Banner 是一个iBanner 一种类型的 我这里有一个说明 它这里 还是一个iBanner 类型的接口 所以说 就一个第三步 接口的一个转换 把iBanner 这个类型的接口 转化为iCAMERA Service 这个类型的接口 这个呢 里面就是getCAMERA Service 获取CAMERA Service 这个服务 获取到这个服务之后呢 会执行 这个Connect 它的Service 这个 iPhone Connect Service呢 这里 我也幸运的 给大家 有一个说明 它是一个函数指针 在这里 它实现的是BP CAMERA Service 里面的Connect函数 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BP CAMERA Service 里面Connect 这个函数的原型 为什么要让大家注意一下呢 这个 我们后面再 再讲 我们看到 这个Connect 是调音到了BP CAMERA Service 里面的Connect 这个BP CAMERA Service 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里我还画了几个对象 像BP CAMERA 然后BP CAMERA CLIENT 对应的有BN CAMERA CLIENT BNCAMERA BNCAMERA 等等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跟我们之前所来解到的 像 Activity Manager Proxy Activity Manager Native Application Thread Proxy Application Thread 等等 这些一样 都是我们BANDA IPC 也就是BANDA 通讯相关的一些对象 它们呢 作用就是把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业务逻辑 跟我们的BANDA IPC这个机制结合起来 只不过呢 我们之前所学到的命名 一般都是什么什么 Proxy 什么什么 Native 这里呢 它是用BP 什么什么 BN 这个P呢 就是Proxy 代理 N呢 也是Native 只是命名 不一样而已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呢 其实大家应该 如果之前 有了解过 那这里就很轻松了 基本上逻辑上都是一样的 从 BP Camera Service 也就是我们BANDA IPC的一个代理 通过BANDA 然后最终代用到 BN Camera Service 那我们的BN Camera Service呢 当然最终就会代用到了 真正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具体的实现 也就是我们的CAMERA Service 好 在CAMERA Service 里边 这个Connect呢 它首先 New了一个CAMERA Client 然后 执行了 这个CAMERA Client 里边的Initualize 也就是处置画 这个CAMERA Client 它处置画呢 最终都会去对应到 所以我给画了一下 Hardware Objection layer 也就是我们的硬件出向层 再往底层进一步去操作 好 追踪到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 已经到了我们的硬件出向层 那我们就暂时先在这里停录 这就是我们的Open的一个过程 首先从应用程序到CAMERA加网 然后CAMERA加网呢 再到Android Hardware Camera的CVP Android Hardware Camera的CVP Android Hardware Camera的CVP呢 再到CAMERA的CVP 最终通过BP Camera Service 也就是BannerApc的一个代理 通过Banner跨境程 最终调用到Being Camera Service 也是我们CAMERA Service的一个Native的实现 Being Camera Service呢 它当然就是最终是调用了CAMERA Service里面的函数 在CAMERA Service里面呢 我们通过Near了一个CAMERA Client 然后去初始化 初始化的时候呢 最终是又调用到了一个硬件出向层 进一步往更底层的去调用 来去帮助我们把视线头给我们带开 好 这就是一个Open 好 这就是Open 怎么从应用程序 然后到我们的Android Framework Android框架 这里边 好 那我们先大概的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是从App 也就是应用程序出发到CAMERA Java 也就是应用程序通过调用API 调到Application Framework 应用程序框架 在应用程序框架这块呢 这个CAMERA Java 是我们的用Java所实现的一个Application Framework 也就是Java Framework 在Java Framework呢 我们又通过GNI 这里呢是对应的Android Hardware Camera CP 最终调用到了CAMERA CP 这里呢是用C++去实现的 我们呢就把这里称为一个Native Framework 也就是在Application Framework里边 我们有一个Java Framework 有一个Native Framework 它们最终是怎么连起来呢 就是Java Framework 经GNI 然后对应到Native Framework 我们用文字给整理一下 第一步 APP通过 通过对应用API 调到应用程序框架 这里呢只是调到了Java部分的 然后 然后 Java Framework呢 再通过Java 再通过Java 调用到了 Native Framework 这边 这边是Native层呢 一般是用我们的C++这些语言所实现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 在我们的Native Framework 也就是我们这块呢 它最终还是对应了我们的PP Camera Service 也就是Bandar IPC的一个Proxy Bandar的跨境层通信的一个代理 那我们就知道了 Native Framework呢 再通过调用 Bandar进程间通讯的 代理 那接下来我们就很熟悉了 跟之前我们所觉得的一样 Bandar今天通讯 代理呢 当然是通过Bandar 然后 然后 代理用到了Service的 你替我实现 第五个呢 第五个呢 最终 调用到了我们的Service 这就是一个怎么从APP到我们的Camber Service的一个过程 好,这里我们就写成Camber Service 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 take picture 以及我们拍照之后数据怎么返回来的 这两条线呢 就相对来说就很简单了 基本上和open这个流程是一样的 首先还是我们的用程序 然后到加号freemwork 然后进GNI 然后到Native framework 再经过Bandar进程间通讯的代理 然后 经过Bandar跨境层 然后到达Service这一段 Service这一段呢 最终 代用到Camber Client里边的take picture 最后呢 再进一步 代用到我们的硬件出向层 去和更底层的进行一个交互 最终数据返回呢 也是从Native抽象层这边返回来了 然后进Camber Client 然后再调用到跨过进程 然后调用到我们这个真正的Client 这一段 然后最后再在Native framework 这个Client呢 然后再经过GNI 反向 反过来调用到Java这一块 最终调用到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里 基本流程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 首先是一个 在Open之后 我们的一些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 Client这端 都不是直接和我们这块的一个Camber Service 去交互了 而是跟在我们Open的时候 它New出来的一个Camber Client 在我们服务端的一个Camber Client 去进行交互 这里我们是take picture 然后像我们的其他的 Start Preview等等等等 都是最终调用到 在Open的时候 它New出来的这个Camber Client 去和它进行的一个交互 而且像我们的Camber Camber的一些过程 也是从我们的Camber Client 去最终跨境程 都用到我们真正的这边的Client 而不是由我们这个Camber Service 去往这边调 那 这两端它是怎么实现 它可以去交互呢 就是我们在Open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 要注意一下这个Connect 这个函数的原型 它里边有两个参数 它传进去了一个SP类型的指针 它这个指针呢是iCamber Client 这里呢就是把Client 把它自己的一个指针 在Open的时候通过Connect 传递到Camber Service这端 Camber Service在New 这个CamberClient的时候 就把真正的Client传过来的 它自己的指针 付给这个New出来的CamberClient 然后我们的这边的CamberClient 就拥有了这边真正CamberClient 它的一个指针 就可以 这里呢就可以去调用 调用这边 然后Connect呢 还有一个参数 SPiCamber 这里是一个out 也就是真正的Client CamberClient 它会去把这个值给夺取出来 这个值是什么时候被复制的呢 就是我们的CamberClient 它在被New起来的时候 它会把它自己的指针给复回去 这样呢 我们真正的Client 这端也就拥有了 这边的CamberClient 它的一个指针 所以说 我们这边的Client 拥有 这边Client 它的指针 然后我们 这边的Client 也拥有我们真正 Camber的一个指针 所以说 它们两个 就可以通过Bunder 去进行一个交互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后续 在Open之后 我们Client 和Service 这端的交互 都是通过CamberClient 这边的CamberClient 和我们真正Client 两个交互来实现的 好 这个地方大家留意一下 然后还有个地方呢 就是这块 当我们CoreBack的时候 设计到一个 从GNI Core 过到Java 这块的一个过程 这里呢 是通过一个 CoreStaticVoid Method 最终 扣到我们的Java层 好 这里呢 就是大家给大致 给大家点一下 好 好 我们的一个交互的过程呢 就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